11月12日艺人无尊演员王立坤等恋在上海出席某品牌活动 此前无尊在自己的新书决定勇敢发布会上承认已婚生女 10月10日无尊老婆生日当天更在天一子 而巧合的是女儿也和无尊同天生日 有网友认为无尊有强迫症 对此无尊则认为这是拜老天所赐 强迫症 我觉得有强迫症你都没有这么准 可以这样子吧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老天年给我的 近来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掀起了一阵收视热潮 而节目中不少嘉宾的身价更是水涨船高 对此无尊称自己有机会的话也会带孩子去参加 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带儿子后女儿去参加这一类的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吧 对啊我觉得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觉得蛮好玩的 因为我看他们听听我身边的人讲这个节目是怎么样的 然后都会觉得说 哎我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经验 对 不然愿意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在电视面前给大家看 或者是被大家评论吗 嗯我觉得应该是还好啦 对因为毕竟他们也在文败 然后假如大家在提论什么东西好的坏的他们也听不到 对啊 对啊